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约2018年1月 在火星上拍摄了整幅字画像 盖尔云石坑的边缘 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 通过近6年来对一个 名为盖尔的火星云石坑的调查中 美国宇航局好奇号 已经交付的最大发现 追求可知诸和生活的迹象 火星延世中丰富的有机分子 和最简单的有机分子 通过本系空气稀薄的 火星甲烷季节性的变化 在地球上 这种富含碳的化合物 是生命的计时之一 这两将发现都来自于 好奇号在火星仪器上的样品分析 这是一个小型化学实验室和烤箱 烘烤着空气 粘食和泥土的大量气体 已绣出每个样本的组成分子 在探测器上的烤箱里 古代仪延的样本 产生了多样性的有机分子 在另一项研究中 巴尼收集了五年的大气样本 追踪了在火星下 既达到峰值的甲烷水平 研究结果发表在周四科学道质上的 两篇论文中 尽管这两项研究结果很诱人 但在火星上的过去或现在的生命中 这两将发现仍然为确定 甲烷在气体巨型星的大气层中无处不在 它也可能来自于流动的水和热源之间的无生命的相互作用 而且它简单的有机分子 则存在于一些原石和星际器系列中 喷气推荐实验室的化学家 甲烷研究的主要作者克里斯维伯斯特说 除了在火星岩石上拍下化石的照片 在那里找到生命是极其困难了 它是喷气推荐实验室的化学家 也是甲烷研究的主要作者 火星的失踪了碳 火星上有有机分子并不奇怪 就像我们太阳系中的每一个行星一样 它接收到一场稳定的降雨 含有大量的碳元素和来自太空的尘埃 然而当美国语航局的孪生海盗探测器 于1976年登陆火星时 他们的研究表明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 火星土壤似乎比没有生命力 月球岩石含有更少的碳 同时也是法国的大器媒体空间观察实验室的好奇号 一直研究的合著者Caroline Reissinit说 科学家们一直在热切地寻找火星上缺失的碳 或者至少是对它的消失的警示 一个关键的线索出现在2008年 当时美国宇航局的凤凰号着陆器 在火星北极附近的突扰样本中 发现了高绿酸盐 高火星的含氯的公子 再加上高能的磁关线和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高绿酸盐会破坏表面上的任何有机物质 而寻找它的着陆器和慢流者 几乎没有什么可看到 也许一些研究人员推测 火星剩下的有机物 以及任何过去或现在的生命迹象 都被锁在了地下山处 然而 在2015年 号七号首次对火星伤得有机分子 进行了试探性的检测 发现在STEM的土壤样本中 发现了含有氯污染的碳化合物的证据 但在探测期的任务早期 研究人员发现富含碳的化学试剂 从STEM的一些成分中泄露出来 可能会污染附近的样本 为了对抗污染 好奇号团队专注于寻找更多含氯的有机物 并将随后的GAM跑到200至400摄氏度的温度 在他们的新工作中 团队检查了这个限制过程 可能遗漏了什么 在仔细考虑了STEM的污染背景后 FrySignage和他的同事们 在超过500摄氏度的温度下 空淘了30亿年前的灵燃料品 在这个温度下 高绿酸也应该被完全烧掉 在剩下的灰烬中 他们发现了流弹 相对较小和简单的环状分子 含有碳合流 人们认为 后一种元素来自一种含氯丰富的矿物 叫做JerryVit之前的好奇心调查 已经在贷尔云石坑中 发现了35亿年前的沉积物 当时远石坑是温暖的 潮湿的 而且显然是适宜居住的 研究人员怀疑 这些塞本的碳 来自于尚未被发现的 更大的有机分子 这些分子已经被困在了 贾洛斯的内部 可能长达数十亿年 尽管这一对新发现 是拼凑在一起的 但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的 地球化学家乔治科迪 却没有参与这项工作 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 他说 这些将大的分子的存在 暗示着保存在火星表面之下的保存完好的探处残酷 这一前景为未来的任务收集药本 并将其带回地球提供了支持 他说 如果你们在火星上做到这一点 想象一下 你能用我们在地球上的分析设施做些什么 甲烷的风质和变化的季节 与此同时 好奇号已经进行了维博斯特所说的迄今为止 对火星甲烷的最重要测量 这种微生物在氧气贫乏的环境中很常见 甲烷也很快被子外线浮射破坏 所以在火星上发现的任何气体都可能是最近才被赤方出来的 通过使用森维博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的五年中 在盖尔幻形山的大气中 发现了一个持续存在的甲烷的背景水平 大约是每十一分之一 这是一个难以察觉的痕迹 但足以激起天气生物学家的兴趣 引人注目的是 甲烷的浓度似乎周期性地随着火星季节的变化而上升 在阳光灿烂的夏季比赛更黑暗 更寒冷的冬天要高出三倍 这个周期性对维博斯特来说 是在团队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 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火星上有零星的甲烷女流 但从未发生过季节性的事件 这就算你的车出了问题 释放出的水在地下深处流动 亦产生新的气体 或者它可能是古老的 在数十亿年前 由地质或生物破成产生 然后被困在冰河岩石的矩阵中 当被太阳加热时解冻 当然 即使在今天 火星上的产甲烷生物 仍然有可能在星球的地下沉睡 在克莱门特时气流气性地醒来 产生它们的气体卡 其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 对研究发现 在寻找生命中的重要性 进行了方便物一的评价 美国宇航局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天体生物学家 Michael Marmer 认为这些测量是很重要的 并说他们为它的独立和有争议的火星亚举的探测 提供了地面上的证据 使用了地球上的望远镜 但是在美国宇航局 约翰逊航天中心 负责宇宙尘埃 收集工作的行星科学家 马克福里斯 是一种更为怀疑的公典 他指出 不含含的远石和尘埃 可能会在进入火星大气时 产生的瓦含量 而年复一年的周期性 与火星季节的时间 并不完全一致 结果星一直都是没有生命的 福里斯说 对一个假设进行检验 需要非常有力的证据 这样的测试可能很快 就会通过欧洲和俄罗斯的 Ignona植中气体轨道器的数据来实现 维伯斯特说 他对不同的解释没有偏好 他认为要得出最终结论 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Synet指出 这种渐渐的进展 是Massi火星探测计划的全部意义所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